Ready 中華網龍 今年春天火熱推出全新自製武俠新作 霸氏王朝Online 邀請凱渦名模林韋如跨刀擔任遊戲代言人 今天在光華數位新天地前廣場 化身為美艷動人霸王車車長小姐 穿上火辣車長小姐服裝 更展露誘人曲線 引爆今年春天最人火話題 現場宣布霸氏王朝Online 封測活動於4月15日火熱登場 另外一個好康是讓玩家A免費限量的iCash悠遊卡 以及限量夜箱機造型捷運票貼 玩家們可以利用手機撥打免費專線 0800 80 84 84即可參加活動 讓玩家享受乘坐霸王車的快感 相關活動及得獎名單會在官網中公布 趕快去看看吧 遊戲新幹線宣布 即先進傳說Online 創下同時在線人數35萬的歷史紀錄後 再度與韓國Gravity公司合作 取得血腥風格線上角色扮演遊戲 試血DNA Online代理營運權 並預計今年第二季與玩家見面 試血DNA Online在韓國不僅將目標群眾 鎖定為18歲以上 甚至開發團隊在製作時 也是朝著能引發人們心中 深切惡夢和恐懼世界 不斷力求呈現出栩栩如生的血腥畫面為目標 在遊戲世界中玩家與怪物戰鬥時 所噴濺出來的血或是砍落的屍塊 皆表現得十分的真實 可以讓玩家身力其境感受到真實戰鬥的殘酷 同種族同職業也能透過改造自身的血液 成為具有不同特性角色的DNA系統 每個種族能透過變身功能讓自身更強大 都是玩家不容錯過的遊戲快感喔 遊戲橘子宣佈 取得韓國IDENTITY GAMES公司動作遊戲 Dragon Nest的代理權 高自由度的角色操控 以及磅礡震撼的遊戲畫面 提供玩家媲美夾用遊樂器般的爽快樂趣 遊戲才免費制方式營運 預計今年第四季會上市 Dragon Nest以可愛風格的角色造型 及NPC設定 搭配豐富多樣化的攻擊動作組合 同時滿足玩家角色養成 以及爽快打擊的雙重樂趣 透過遊戲中高自由度的操控設定 不管是施展大範圍的傷害技能 或是與怪物進行戰鬥 只需要透過簡易的滑鼠和鍵盤 靈活操作 華麗炫目的動作招式 輕鬆搞定 也能透過與其他玩家一起組隊 體驗史上最刺激流暢的爽快動作遊戲樂趣喔 由大宇資訊轉投資的上海竹龍 日前公布一款全單機武俠遊戲 古劍奇壇 在目前幾乎被Online Game研磨的遊戲界 可說是少見藝術 而古劍奇壇強調原創的仙俠類角色扮演類遊戲 以蕩氣回廠的情節 深厚的文化底部 要喚醒玩家許久未見的遊戲感動 古劍奇壇會有許多部曲的龐大架構 從創世到創人 從三界到蒼生 而初代古劍奇壇的遊戲主題是重生 七把凶煞之劍威脅天地 仁愛的女娲帶領追隨自己的人們 將七品凶劍封印於人間 並且帶領人類避免天神浮溪式的追究 古劍奇壇的龐大故事就此展開 就請玩家一同感受古劍奇壇的滅盤之旅吧 第四個月的神業 第四個月的神業 在你身上 第四個月 第四個月 Ubisoft 公司表示 他們開發中的動作遊戲 《波斯王子》系列最新作 《波斯王子》 《一望之殺》 將於今年第三季推出 而迪士尼電影也把遊戲改編成真人電影 《波斯王子》 《石之殺》 預計5月28日在北美地區上映 這部耗資1億5000萬美金拍攝的《波斯王子》 《石之殺》 由曾經演出斷貝山的傑克·葛倫霍主演 故事將圍繞著可以掌握時間流動的神秘匕首 而展開冒險 至於最新的《波斯王子》 《一望之殺》遊戲 在遊戲中玩家能扮演《波斯王子》 在沙漠國度中飛沿走壁 而且能自由使用時間殺漏 來倒轉時間、加速、暫停等等 遊戲中的許多謎題關卡 都必須善用時間功能才能解開喔 萬代南夢宮代理 由美國Tech2公司所推出的跨平台大作 《避寫狂殺》 預計5月21日要跟玩家見面 而這款遊戲使用最新的3D引擎Rage 描繪出栩栩如生的美國大西部草原風情 以及更進化的物理引擎 讓遊戲世界的一景一物 都能夠有更真實的互動 玩家在遊戲中扮演遭受不白之冤的主角約翰 被迫前往西部邊境 尋找前幫派殘黨的下落 在充滿犯罪的危險世界中 立抗各種困境謀求生路 而遊戲中玩家不但能經歷 如同西部電影般 驚心動魄的單人劇情模式 遊戲還支援多人網路合作 能四人組隊合作闖關 在危機四伏的西部荒漠 進行殲滅歹徒 草原追戰 甚至狩獵動物等等豐富任務 讓玩家體驗避寫狂殺 帶來無與倫比的真實氛圍 豬富翔